作词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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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英文盛 云蓝 看不穿繁云浮雨变幻 传不穿荒莹的流传 就不变墙中的塞杯强难 诗篇 戒不完前都万事纠缠 数不尽百传千回十换 当无尽一生的荣耀与悲欢 有多少能永远 多年后天后风流 融入海 荣与过随风散尽海赴来 任命已化为尘埃 让诗策铭记风采 千秋万代 歌颂者和风华绝代 谈指尖是否翻白 红颜改 守护着江山背后 明镜台 任岁月开桥换代 未容易无可替代 繁华似海 在天地间盛开 再见地间盛开 谁家的女子 能让弟弟如此牵挂 只是一个民间女子 却又容纳天下的兄弟 你姐着子夫呢 姐姐和我 一起住在这平阳府 段大哥 敲兴的那个就是我姐姐 你们寻意不惊 扰了皇上的哑戏 还不快求皇上恕罪 求皇上恕罪 没事 谢谢皇上 弟弟啊 累了吧 去歇息吧 姐姐会给你找一个 心灵乖巧的 去侍奉弟弟更衣 好 我先寻订下 参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奴婢为子夫来侍候陛下更衣 别怕 奴婢只是一介民女 第一次面对天子威夷 实在是无法不怕 天子威夷 有这么可怕吗 陛下受命于天 同四海之途迹 长天下之生死 谁不震慑呢 好 答得得体 能言善道 读个书吧 回陛下 奴婢没有读过什么书 你可比朝中的一些大臣 更知道何为天子 奴婢 奴婢只是听君侯和公主说的 听说的 那朕倒想听听 你心目中的天子又是什么模样 那奴婢就斗胆胡言 奴婢觉得既贵为天子 应心系天下体察民情 怎么不说了 觉得朕不是体察民情的好皇帝 还是觉得朕被蒙在鼓里而不知情 奴婢不敢 那你倒说说外面百姓的生活是如何 看朕是否真的被蒙蔽了 百姓苦饥寒 但官员却加以斗怒 引百姓逐今晚 苦泣喊出今晚 你怎会吃这六个字 奴婢承受丞相窦英搭救之恩 以这六个字回泄窦丞相 原来就是你 朕这几日思之念之的人 就是你 上天对朕实在是太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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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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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不跟你玩呢 好 好 好 我跟你玩吧 你满脸床 我再不跟你玩呢 好 大虎哥哥 大虎哥哥 好 我跟你玩 我当你的新娘 好啊 走 好 这个送给你 好 给 子傅 以后你就是我的娘子了 嗯 从此以后我们永远在一起啦 嗯 你还在吃这个 我告诉你 就是因为你 我女儿的花如月貌 才没被皇上看清 母亲 母亲 你别这么说 以我的才貌 能当上个中品 就已经是万幸了 你这样说 会被人家笑话的 谁敢笑话你 找我有事吗 嗯 我 是来找易叔叔的 我想让他做几样 一套特别好的东西 赠给子夫贺喜 你还贺他 你让他出尽了风头 他应该来感谢我们母你俩才对 哎呀 你这女儿才是叫十大体呢 幸好子夫心善 扶他一把 要不然他坏了皇上的雅兴 问罪下来 你们母女俩都要遭殃啊 放心吧 我一定给你做他最爱吃的 嗯 你如果机灵呢 就好好去巴结一下人家 子夫一旦入宫 那就是皇妃啦 皇妃 嗯 皇妃 子夫进了宫就是皇妃 没那么容易 你以为 被皇上宠幸国就能进宫啦 不过是个歌姬 难哪 别到时候啊 飞不上枝头 反而因为被皇上临幸过 没人敢要 嫁不出去 哼 那不就会孤独中老吗 不会吧 是 是 不会的 子夫心善 会有好报的 姐姐 你在吗 姐姐 进来吧 姐姐 姐姐 姐姐一切都好 弟弟不必担心 对了 你还记得他是谁吗 这不就是 那天在酒社拔刀相助的 不是 他是我们从小的玩伴 你怎么认不出来他了 子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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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红哥哥 我迷路了 天又黑 乌又大 你别怕 我带你回家 你不是说 北斗星可以指方向吗 可是现在看不见星啊 子夫 你别怕 虽然没有星 但是我可以当你的北斗星啊 好啊 是 你是 段红哥哥 你还记得 忘不了 忘不了 子夫每当在荒野 或者遇到不开心的事情 就会想起段红哥哥 这颗北斗星 好啊 原来弟弟之前所说的那个 心怀天下的民间女子 就是她 想不到她跟窦丞相 还有这样一番奇遇 你说 这算不算是天意呢 她有才情 有美貌 有见解 的确是好 好啊 好啊 果然好啊 既然她这么好 好啊 弟弟可曾想过 把她带回宫 将来就让她常办军旁 难道弟弟 顾忌皇后 妒忌心中 姐姐说的 弟弟所记得 不止皇后一个人 这样的话 宁愿当作是逢场作戏 把她忘了算了 不过 姐姐觉得 有点可惜 她 stair 她要去 可以 遭わ 我 别的 是 裠保 妃 呢 蛇 你 涉及了洪妃 还有魏子夫为灵伤 对 就赐白玉镯一对 翡翠玛瑙串事各一副 黄金三十两 诺 轩魏子夫 朕明日一早便启程回顾 陛下和隋人的形状 都已经准备好了 好 谢陛下 扎抹 陛下 陛下 马来 妈 和 朕明日一天 国家和 奴婢叩见陛下 子夫 去收拾打点 明早与朕同行 朕希望你陪在身边 见证朕改写 苦饥寒 逐金丸之柳子 谢陛下 朕会请公主安排 选个人陪你进宫 互相照顾 公主说 你与弟弟为亲二人 姐弟情深 那就让他一同入宫 再见张宫当差吧 陛下爱屋及乌 奴婢 你 今日已别 往后不能再侍奉公主身边 公主的恩德无以回报 请示我们姐弟一拜 都起来吧 魏卿 你要尽职尽取 记住 不要辜负皇上的赏识 谢公主教会 魏卿一定谨记 祖父啊 你能够进宫 着实不易 皇上本来 有很多顾虑 但最终 还是顶着不少压力 带你入宫 你以后 要好好服侍皇上 凡事要懂规矩 子夫 慧之进退 十分寸 就像这棵桃树一样 我只是剥下了种子 能不能开花结果 就看你自己了 子夫明白 魏卿 你们要记住 等开花结果的时候 不要忘了 当初播种之人才好 公主这么多年 对我们姐弟呵护有加 我们姐弟 定会铭记在心的 但愿你们姐弟两个的前途 一片坦荡 谢公主 段大哥 子夫 准备好了吗 我是来护送你入宫的 方才常总管跟我说 会有位官大哥来安排我入宫的车马行程 没想到 竟然是段大哥你 我也没想到 竟然会护送自己的童年挚友 入宫为妃 有段大哥护送 子夫就像有哥哥护送一样 安心 安心就好 子夫 虽然你入宫以后就贵为帝妃 但若你不贤情 这辈子我都是你的段大哥 一生守护你 感谢上天的眷顾 能让我有你这样一位英武侠义 又关怀备智的大哥 谢谢你段大哥 既然你是我妹妹 魏卿也就是我弟弟 她此去见张公当差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她的 那弟弟就拜托你了 段大哥 我知道能进宫当差 对魏卿是好机会 可是这么多年 我们姐弟俩从来都没有分开过 子夫啊 我们都成长了 魏卿会闯出自己的路 你就安心随我登车启程 穿过张承门 在玉河边回合皇上 禁卫阳宫吧 是 诸魏姬以后在宫中 诸事顺遂 地处龙盛 谢段大哥 有劳顿大哥引路了 一路骤车劳顿 从平阳府进宫 辛苦吗 不辛苦 有段大哥的妥贴安排 一切都很好 段大哥 是啊 幸亏陛下临驾平阳府 不但让子夫承蒙圣恩 也让我重遇童年因水灾而失散的儿时旧友 原来冥冥之中 朕与你 早就有丝丝点点的牵连 上天让你居于平阳府 又让你遇上窦丞相 并写下触动朕的苦饥寒 如今丸 如今你那位段大哥 又是朕的侍卫 朕之前还颇为忧虑 不知带你入宫是福是祸 但是既然上仓都如此安排 看来朕的决定不会错 子夫 你注定就是朕的女人 那边树木环抱的是上宁院 是朕打猎的地方 这边的大殿是前殿 是朕上朝的地方 这座宫殿外壁怎么是焦红色的 好美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皇后的秦殿 朕不愧是后宫之首的居所 子夫啊 朕 虽有侧封嫔妃之权 但是皇后仍是后宫之首 朕也得遵征她的意愿 一切听从陛下和皇后的安排 公主也对子夫说过 陛下带子夫进宫顶着不少压力 子夫绝对不会给陛下添麻烦 能有个像你这样 足以让人掏心掏肺的知己 即使前面有再多的艰难行错 都值得朕把你留在身边 臣妾请得皇后吩咐 臣妾请得皇后吩咐 我必参见皇后 皇后启咽 皇后启咽 参见各位夫人 夫人万福 参见各位夫人 夫人万福 庞莱写了 庞莱写了 强庞莱写了 庞莱写了 女儿庞莱写了 庞莱写了 王呂允牛 莱写了 王宫顶 让我瞧一瞧 别怕 再挪近一点 听说 你的头发很美 我也想看一看 诺 把头抬起来 果然与众不同 眉青目秀 轮廓柔美 一头绣发 也果然污量动人 果然是被过君主的小贱 听说你只是平阳侯府的一个小贱姬 你凭什么踏进宫里 皇后英明 刚才你打她 她一个悬身侧钮 腰姿款摆 我看这身子 确实有引人之处啊 我们不是出自皇亲贵胄 就是高门大姐 现在竟然来了这么一个贱姬 叫我们如何自处啊 皇后可是当今太皇太后的亲孙女 窦太主的亲女儿 姐姐你这么说 把皇后置于何地呀 把她转过来 你敢抗旨 把她转过来 皇上驾到 住手 陛下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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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平身吧 平身 谢陛下 是 朕回宫后 本想向太皇太后请安后 便来看 不想 原来你在召见未及 不知道皇后收到朕的礼物没有 陛下是说那盏金屋灯台吗 臣妾好喜欢 但是一送过来 就被臣妾打翻了 刷坏 陛下送此灯 是想重提当年金屋藏礁之诺吧 朕正是死意 此灯被毁 不是太可惜了吗 可惜 当年之诺 随着时日褪色被忘 这才叫可惜 陛下如果不是为了新人 也不会跟臣妾再提誓言吧 朕是九五之尊 有位汉家天下 言后嗣之策 玄妃纳妾在所难免 皇后是六宫之处 所以同样也该 以延续后嗣为己任 何不拿出气度 包含其他嫔妃 臣妾听出来了 陛下是嫌弃 臣妾没能带下龙翼是吧 朕没有这个意思 朕只是希望皇后 能够明大义十大体 陛下所说的十大体 就是把那些唱曲的 跳舞的 不论身份好歹的 都带回宫里 淫乱后宫 皇后说话请自重 陛下为了这个 卑劲凌人 是要吓唬我是吗 这狐媚子由我来管 皇后你要管后宫 就要先给其他妃子立个榜样 对你的夫君功顺首领 对大汉的天子尊敬服从 而不是胡闹放肆 是 唐唐大汉天子 何以动此大气呀 陛下万安 母亲 皇上带了个世锦歌姬进宫 做了这段荒唐事 还跟我讲大体 出自平阳侯府 何以被贬为世锦 姑母 朕要的大体 只是以事论事 要有骑马的风度 母亲 你呀 这是你自己招来的气手 陛下 皇后当众失了分寸 是管桃教女不言 还请陛下多多见谅 姑母 何罪之用 你呀 既然贵为皇后 就该比其他人更加懂得礼数 言行要以礼服六宫 皇上乃天子 对于朝廷和后宫所有的礼法 他都十分地清楚 何须你费神担心 皇上怎么会不知道 新来家人子的出身呢 又怎么会忘记 民间女子 一定要先学会宫中礼仪 才能有资格册封 是吧 陛下 你身为姐姐 就应该以身作则 好好管教 让她能够早日侍候君王吗 陛下的人 我管教不来 这倒也是 管教也要观其才智 但是皇后 规矩不能废 你不教也要有别人来教 教好了之后再论册封 这才是有风度 识大体 是吧 陛下 姑母说得有道理 这我就放心了 对了 陛下 刚才去向祖母问安的时候 有没有提到 代歌姬入宫这件事啊 皇太后知道此事后 听说好像很不高兴 不过呢 既然陛下会处理得当 想必皇太后 也不会再气恼了 彻儿 你千万要清醒 莫为了一个歌姬 而坏了与皇后 和窦太主的感情啊 母后 儿臣当然明白其中的厉害 可是身为一国之君 也不能处处忍让 让皇后得寸进尺 儿臣只是一礼压压她的气焰 你该不会忘记 当日母亲 之所以能当皇后 你之所以能当太子 你姑母 她的确也是帮了不少的忙 权银儿臣一句要娶阿娇 姑母才会立先儿臣 说到底 她是想要一个 受她摆弄的皇帝 可是母后 朕绝不受之于人 皇后 是太皇太后的外孙女 窦太主 又是她心疼的长女 二人 深得你祖母的欢喜 母后 母后 儿臣已经答应 不会马上撤封危机 也算是让步了 赤儿 何不想个方法 暂离心处 让皇后安心 否则 她闹到太皇太后那里 就不好办了 母后 当日你舅父天分 就是因为你的两位老师 被太皇太后免治 可见我这个皇太后 实在没有能力 为你们遮风当雨 你以为 母后整日赏月听曲 只为自己开心吗 不过 是想找些好的玩意儿 献给你祖母 讨她的欢喜 母后 太皇太后开心了 你的皇位才能够稳固 保住了皇位 母后才可以安心呢 彻儿 母后就指望你了 母后放心 儿臣会暂离宫中人士 出宫巡视 绝不会让母后为难 避免地方官员事先设置 儿臣会以平阳侯的名义 威服出宫 以便了解各地灾荒实情 以便了解各地灾荒实情 直到民生所需 彻儿 彻儿 你有这份心 母后也就放心了 不嫁不色 不瘦不利 却是高门大户的邪招 其实高门大户什么都不做 倒也还太平 就怕是硕蜀 硕蜀 硕蜀 无实我蜀 硕蜀 硕蜀 无实我脉 古人以硕蜀为师 来形容那些 巧取豪夺的恶官商贡 朕以前只是读过 这次出宫 朕要好好地侍查 陛下以民为本 奴婢替百姓谢过陛下 你确实不同 明白朕 不会指图恩宠 妃子从来没有如你这般的 奴婢不敢当 只是奴婢出身民间 所以对民生自然更多了解一些 那你以后啊 可要多跟朕说说 让朕知晓 百姓的生活实情 其实朕离宫后 最放不下的就是你 陛下不用担心 奴婢在这里一切安好 只要陛下 心里有奴婢就好 朕在外面每个清静的夜晚 只要看到这片浩瀚的星空 便会响起 子夫你知道吗 朕第一次看见你的眼 就觉得里面藏着星海 战阳生辉 卢婢第一次见到陛下的眼眸 就像是在满天的繁星中 见到最亮的那一刻 让奴婢感到无比温暖安心 那最让你安心的 是什么星 北斗星啊 因为他能指引你方向 而且在我无助彷徨的时候 只要看到他 就觉得在被守护着 不用再害怕了 好 那朕就是你的北斗星大哥 北斗星大哥 北斗星大哥 天大的事 由朕护着 朕离宫之后 你要万事小心 等朕回来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皇上致死忠心 朕之前只知道你剑术了得 原来你如此才情横溢 你还有什么是朕不知道的 朕从小练剑 练累了就随便吹熏 自娱自乐 刚才朕所揍的等闲之人未必能懂 更何况是一调附后 朕从你的熏声中感受得出 你沉稳刚见 甚不简单的 比陛下差远了 陛下的琴声中可见凌云壮志 雄壮豪迈 其浩然之气都在心中 可惜心中所怀凌云壮志 要掌握实权 才能得以尽数 乌云蔽日 只待清风 陛下 谢陛下 是北斗星吗 是啊 不知此刻长安是否星空璀璨 即使繁星暗淡 北斗星一样会明亮 为人引路 希望它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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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姬最熟悉宫中规矩 是先祖孝文皇帝的宠妾 就是年纪大了身子弱 需要有人照顾 瑞姬一定会将所值得相受 你要向它好好学习 多谢樊娘提点 也请樊娘照应一下 与我同来的沈家 放心吧 知道她善于刺绣 已经派她去知识刺绣了 这就好 小倩 这是新来照顾瑞姬的 叫未姬 你没什么叫 对 为什么 我想和他不在乎 你还没想过 你还没想过 的 这个人 还没想到 不乎 我还没有想到 中国方法 我还没想到 你是谁呀 奴婢为子夫 你 又是你 瑞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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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来人呢 开门 瑞姬 我 寂寞的烟火 忘掉年月 让天空快乐 我 你是夜里温柔的颜色 静静的投影在我的轮廓 也许我让你 心如刀割 等一个结果 我 古铁飞过沙漠 爱得太执着 人间的风光 都看过 在岭木曾做过的 是最动人的景色 你 守卫在我心底 不让你 留下一片痕迹 你的心 你 呼吸还细腻 你 吱雪的清晰 出现我的 回忆 你 闭着你 你 你 吱雪的光